养狗这三年,我总结出一条经验 一岁前的小狗,千万不要给它买太贵的床 美丽这个小床是拼多多上55元买来的 美丽每天除了咬玩具,就是咬床 目测床的寿命不会超过两个月 这条毯子也是拼多多买的,才19元 大上海的物价好低啊 看来我也花不了你们多少钱 六甲和发财一岁前,我买的床是挺贵的 当时买了两个,想让他们睡得舒服一点 可惜最后这两个床都壮烈牺牲了 发财到我家第一天,六甲就喜欢得不得了 当时把发财关笼子里睡觉 六甲就咬笼子,要放财哥出来 我们不放他出来,六甲就守在笼子旁边不走 我就索性买了床给他们 财哥的笼子生涯也就是两个晚上 小六甲,小六甲,不要舔他了 让他睡觉,你这么舔他,他不舒服的 睡觉睡觉了 晚上财哥出去溜达完,到家就找美丽 原本睡觉的美丽也被财哥吵醒 你好烦啊 你这女的,怎么总是睡觉 你怎么猥琐,你都带应该是小六甲 哈哈哈哈 财哥又开始了 他整体是呆臭呆脑 财哥的 好 别咬心买 30块钱呢 怎么说了不听呢 我能穿的尺寸不多 我来新家一周了 吃得好睡得好 我的妈妈规矩很多 大小便要在固定地方 吃饭要做好 她说吃饭我才能吃 我吃了牛肉和三文鱼 很美味 明天吃胡萝卜鸡腿肉 好期待啊 你说这个样子吗 准备睡觉 才哥抱着老头不放 老头 我还是你的宠妃吗 你给我长得老饭有点呆 不懂怎么考男人欢喜 等他给我生完孩子 你就把他卖了 到时候给我换个老吧 这回我要自己挑 美丽来了之后 才哥更加粘人 大概是怕自己的宠妃地位不保 老头你给我买套房 房产证习我 我要向全世界证明你是爱我的 好期待 好期待